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上分学院小涛 今天的股市真的是给人一种逼空的感觉 试想一下从空头的这个角度去看 4月份一直做空做空到5月份 整个一个半月的时间 其实美股一直在一个阶段横盘 除了科技股组的相对好一点 标普500其实基本是在一个横盘的走势 但了很久 然后没有盈利之外 中间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损耗 等了一个半月 最后等来的却是以英伟达为主的芯片板块 非常暴力的拉伸 我去看一下英伟达的一个股价 已经要非常接近于历史上的新高 值得纪念又让人非常难受的是 英伟达稍微再往上涨一点 就到了我卖飞100%涨幅的这个价格 我是在上年11月份不到一点 160块钱卖飞的英伟达 其实回过头去看 从卖飞这个事件里面 我学会两点 第一点真的看好这一支个股 或者这一个板块的话 永远不要把所有的仓位全部卖掉 永远要留一个底仓在里边 除非到了基本面完全变坏 第二点为什么会卖飞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试图去他们的market 这是我从中学会的两个教训 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勉 所以待会我们快速的去看一下两家公司的估值 英伟达和meta 然后今天其实还有另外一家公司长得非常好 也是一年前跌成狗屎的一家公司 奈飞 如果在市场里面已经两年的这一部分CEO 应该可以感觉到当市场里面非常看空一家公司 或者一个板块的时候 情绪面非常非常的低 这非常低的情绪面可以持续的时间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长 但往往那时候这一类个股会有狂轰滥炸的负面消息 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直接感受就是这一类个股完全不能去碰 其实芯片板块2022年消息面也是非常的负面 所以那时候大多数的人是不会去购买这一类个股 而与此相反 当整个市场情绪面非常高的时候 大多数人是觉得这一类公司股价是完全不会往下跌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判断的话 我非常好奇大家认为英伟达还有多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今天从一张图去看明白 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黄金下跌 比特币下跌 在前几天的视频下面 其实已经有观众和我反映说 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走势 是不是又出现像2月份的这种 美债市场和美股市场有一个市场走错了 今天针对这个问题 我想用一些数据稍微去展开聊一下 最后我们有时间快速的讲一下沃尔玛的财报 好吧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 各位CEO记得先点下你们清醒的赞 金钱资产价格的走势 美元上涨了0.7 美债收入率上涨 就美债收入率上涨这一点 大会我会稍微展开聊一下 三大指数今天不同幅度的上涨 主要还是以纳指领涨为主 最后有一点我个人的感受是 除了今天芯片板块非常强之外 从个股这个角度去看 今天有一点这种mean的走势 什么是mean的这种走势 就是相对来说 以前那些热门股 今天有几只走得不错 比如说像Palantir 比如说像Upstar 比如说像Affirm 这类趋势主要其中在个股上面 扩散面其实并不大 包括今天罗素2000 其实涨得也一般 ARKK今天也只上涨了1.4% 所以今天的上涨 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巨步 然后这边是NVIDIA和META的估值 上面是NVIDIA 下面是META 市场对于PE的一个预期 META其实还好 今年的预期在20倍的PE 明年再是6.7倍 2025年再是4.4倍 当然我说这个还好 也只是横向的比较 去和其他的一些大科技去比 如果我们要和一年前去比的话 那最低的时候 META的PE跌到了10 只有站在当下才知道 当初10倍的PE是多么的便宜 但是在当初10倍PE的时候 市场很多声音喊出 META的PE可能会跌到5倍8倍 为什么大多数的人会这么认为 因为这就是媒体给我们写的一个故事线 从EPS的一个增速去看 今年预期在39 明年24 后年16 为什么今年会出现39% EPS的这个增速 而且下半年还可能经济进入衰退 这边原因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因为猜员 我们从EPS的这个绝对值去看 即使今年有39% EPS的一个增速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年的基数非常低 因为上年的基数非常低 所以今年即使有将近40% EPS的一个增速 最终市场的预期 今年EPS也就是在11.93 而11.93 其实还没有达到2021年的一个高峰 不过市场care 市场关心 市场其实不关心 市场不会往后去看 市场永远是往前去看 所以英伟达这边 几乎和Meta是同样的一个原因 因为一个基数效应 上年EPS整年只有1.74 今年即使有91%的增速达到3.32 但比起2022菜年 还是没有达到那时候的高峰 从PE这一个角度去看 市场预期2024菜年在70倍的PE 2025菜年53倍 2026菜年42倍 今天有一组经济数据 Initial Jobless Claims 截止到5月13日 失业人数的申请 实际的数据在24.2万 市场预期在25.1万 所以比市场预期要好 那这样类似的数据 可能并不是美联储所希望看到 所以在债券市场这边的反应 截止到今天收盘 市场有35%的预期 下一次会加息25基点 而美联储那边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成员 还在争论 没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暂时来说 可能还是更多的人偏向于 下一次就停止加息 但是不排除 接下去两三个星期 在美联储下一次会议之前 出的其他的一些宏观数据 会使得美联储去考虑加息 应该这么说 会使得市场觉得 下一次美联储会全能进行加息 那如果美联储看到 市场已经pricing 下一次会加息25个基点 市场已经帮美联储 去做这件事情 那美联储最有可能 去做的这一个决定就是 顺着市场的一个台阶往下走 那最近这一段时间 美股的上涨 包括在债券市场这一边 今天的宏观数据 影响到了市场 对于下一次美联储 加息概率的这个预期 把所有的因素全部加在一起 是不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走势 有一点和2月初比较相向 债券市场和股市这边 有一个市场走错 这个问题是在前期视频下面 有一位观众问的 所以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看到了两条线 白色是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 蓝色这条线是纳兹达克的指数 图里我一共画了三个区间 在这三个区间里面 我们看到的都是两条线都在往上走 意味着美债收益率在往上升 同时纳兹达克指数也在往上升 而我们知道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两者的相关性是负的 美债收益率往上走 纳兹达克指数就要往下走 所以当这两条线都在往上走的时候 接下去我们确实是要考虑 这两条线里面 是不是有一条线走错了 但就像在我昨天视频里面分享的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比如如果我们去看 CNN恐慌贪婪指数里面的 safeheaven.man 在那一个指标里面 现在显示的是贪婪 还没有到极度贪婪 所以我们只能总结说 站在当下美股相对于美债来说 确实相对来说是贵了一点 但是还没有到一个超买的区间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从短期的这个角度去看 比起现在去选择对冲 或者做空纳指 再去往这一个方向思考之前 我会先关注美债收益率 或者TLT的走势 整个4月份和5月份 我有和大家提过很多次 我说现在无论是选择去 做空长期美债 还是做多长期美债 这一个风险和回报的比例都不是非常好 而最近这两天的走势 10年期美债收率已经来到了3.63 所以其实我觉得10年期美债收率 如果再往上升一点 可能就来到了第一个 可能比较好进场TLT的点位 然后如果继续往上升 10年期美债收率升到3.9 可能又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加仓位置 这也是接下去我会考虑一些交易 在美股这一块 我觉得还能给一个星期的时间 再去观察一下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黄金和比特币 白色这条线是黄金的价格 蓝色这条线是10年期美债真实收益率 什么是真实收益率 就是拿美债收益率减去市场对于通胀的预期 真实收益率如果在上涨 那就代表整个市场在慢慢的紧缩 而从过去一年的数据去感 包括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拉长 基本也可以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 当真实利率在上涨的时候 对于黄金来说 它就有一个下行的压力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存在一个负相关 而最近一段时间 白色这条线黄金的价格往下跌 因为蓝色这条线 10年期美债真实收益率在往上涨 同样最近这段时间 比特币价格的下跌 背后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 无论是大家喜欢还是不喜欢 但是我们从数据去出发 比特币和黄金的一个相关性 它就是正的 反映在这张图里面 下面绿色的这条线 最后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今天沃尔玛的财报 从数据去看 比市场预期要好不少 EPS这一块市场预期在1.31 实际的数据在1.47 但是今天的新闻里面 存在一定的误导 因为我看到新闻里面说的是 沃尔玛这一季度 比市场预期要好 同时沃尔玛提升了整年的指引 这一个新闻的标题 前段部分是对的 因为它阐述了一个事实 但是后半部分存在一定的误导性 误导在哪 在上一个季度的沃尔玛财报里面 对于这一个季度 EPS的指引是在1.27 全年的一个指引是在5.98 然后这一次数据实际出来 是在1.47 也就是比他们自己 给出来的一个指引要高了0.2 与此同时 他们对于前年的指引 也从上一个季度的5.98 提升到了这一个季度的6.15 但是全年指引的提升幅度 其实只有0.17 在第一季度 EPS已经比自己的预期 好了0.2的情况下 只把全年的预期上调了0.17 那这就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认为接下去第二到第四季度 EPS这个体量和他们上一次做财报的时候 基本预期是完全符合 甚至还稍微低了那么一点 所以第一季度确实非常好的财报 但是沃尔玛并没有对 今年接下去的一段事件表示过于乐观 这张图显示的是 美国这边的业务其实确实非常好 营收增速在7.22 运营上的一个盈利增速在11.7 这就代表他们有一个运营效率 这是沃尔玛和Target和Tyson Food的最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另外两家公司 他们在运营上面的一个盈利增速 都比他们的一个营收增速要慢 然后对于第二季度的预期 这两者增速基本持平 营收预期在3.05% 运营上的一个盈利预期在2.93% 但是在今天的财报会议里面 管理层有提到 在接下去的几个季度 他们仍然要试图保持这一个operating leverage 所以我觉得市场可能有 因为昨天Target的一个财报的铺垫 包括几个星期前Tyson Food财报的一个铺垫 让市场对于沃尔玛的这个财报 希望可能并不是非常大 但最后财报出来 证实市场可能有过于悲观 从消费者的一个健康状况去看 其实沃尔玛所释放的一个信息 和前两天Home Depot的一个释放信息差不多 都是在2月份是销售处于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状态 但是3月份和4月份都出现了一个疲软 然后根据NIQ的调查 NIQ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智库 他们获得的信息是大约已经有90%的消费者 在购买杂货的时候 只买他们绝对需要的东西 并且在3月份已经有35%的消费者 只购买必需品 这一个比例比上年10月份上升了3个百分点 最后这张图个人储蓄率 其实从上年6月份开始就一直在上升 储蓄率的上升并不是代表 消费者的健康状况在越来越好 反而储蓄率上升代表的是 消费者在消费端这一块 他们开始po by 开始放缓消费 他们开始把原来买奶茶 买榨鸡的这一部分钱开始存在银行 这就导致他们储蓄率上升 储蓄率上升是反映出消费放缓的一个迹象 好吗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 睡前养生点赞然后习惯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